大家好 我是西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的马文国 那么我今天和大家汇报的题目是 中国明代武艺的分类传承 以及对东南亚各国武器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古代的武艺 尤其是明代的武艺 那么明代呢 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 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个王朝 它呢可存在了276年 从公元1368年到1644年 在这276年之中 可谓是波澜壮阔风起云涌 也是涌现了一批文人武将 那么文人自不用说 他的武将在中国的历史上 特别是武术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唐顺之 语打由七级光 还有这个承冲斗 毛元仪 乃至后来的武术 等等 这些很有影响力的这个武术先贤 为什么说这个明代呢 它是一个中国武术史上的一个极大成时期 因为它是在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冷热兵器的交替的时期 那个时候呢 中国冷兵器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体系 逐渐的完备 特别是拳法 还有刀法 棍法 枪法 等等 这些冷兵器的武艺趋于完善 而且它遵循了中国武艺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八个字 世路并行和武对合构 这样的一个技术脉络在发展 所以说这个研究明代的武术 对后世的中国武术影响深远 特别是后世中国武术的权种的分类 我们知道中国武术之所以在世界上独树一枝 它是因为它以权种和流派的技术在传承 比如说少林派 武当派 俄美派 还有一些权种的技术体系 翻拳 披挂 霸西 戳脚 通壁 螳螂 六合 红拳 等等 它是以权种的技术分类在传承 所以说这个研究明代的这个武术的技术分类 有一定的这个深远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谈到这个明代的武术史上 极为有影响的这个人物 那么第一位呢 我们先从年龄的这个顺序来谈 我们谈到这个唐顺之 那么唐顺之呢 他也是一位抗窝的英雄 抗窝的英雄 他曾经向河南人学习这个枪法 就是杨氏枪法 河南人杨松 那么他也虚心的请教这个 包括这个少林拳法 包括俄眉的枪法 俄眉的拳法 他曾经写下了两首 筷子人口的这个诗歌 一首是俄眉道人拳歌 一首是杨教师枪歌 包括后代的抗欧名将七级光 也曾经向唐顺之请教枪法 这是第一个唐顺之 那么第二个是抗欧名将 于大游 他是福建人 他呢这个 我觉得在武术史上 也是影响巨大 他这个早年 从这个这个李良钦 学习这个金楚常见 也就是这个少林贵法 是这种贵法 在公元一六 一五六一年 也就是家境四十年 这一年呢 于大游夜访少林 也是在中国武术史上 开辟了首次南北棍法交流的一段佳话 他这个带领 他这个带领这个两名武僧南下 跟他学棍 让这个流传在南方的少林棍法 又回传到少林寺 这也是一段了不起的这个佳话 下来就是我们的抗欧名将七级光 当然七级光的影响更大一些 他呢在一五六一年 也就是在家境四十年 这一年呢 他完成了他的这个军事著作 绩效新书 绩效新书呢 虽然是一部军事著作 但是他收录了这个几篇 关于五亿的这个这个篇章 特别是这个全经节要篇 那么七级光的全经三十二世 可以说影响了后世的很多 全种技术的发展和流变 尤其是陈氏太极拳 他的全经三十二世 可谓是影响深远 还有他所收录的枪法二十四世 也是这个被后世的这个枪术专家 引为归孽 这就是七级光 还有这个同时在一五六一年 也就是家境四十年 出生的一位武术家 他是安徽修宁人 叫程冲斗 他呢这个在少林寺 学棍十一年 后来又向这个浙江人 刘渊峰学习窝刀 又向这个河南人这个 这个李克福 然后呢学习这个枪法 所以他在1621年 就是天启元年 筑成了这个庚与圣记 也是留下了一本这个影响深远的武术著作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 你想称重的这个人是很了不起啊 他虽然是一个 虽然出生于大户人家 是这个徽商出身 但是一生酷爱武术 所以在武术史上 也可以说是这个功劳巨大 正是因为这个于大游 还有这个程冲斗 那么他们对棍法的这种著述 才得以在后世在西北 在西北的林下 形成了这个明文天下的西棍之手 叫天启棍 也就是天启元年这个天启 叫天启棍 这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成冲斗 那么后来还有一位这个叫毛元仪 毛元仪啊 就是明代大文学家毛坤的这个孙子 那么在天启元年 这个毛元仪完成了两百多万字的这个武备志 武备志也是一部军事著作 当时毛元仪27岁 在这本五备志里面他收入了一部叫什么呢 叫这个朝鲜誓法 朝鲜誓法 那么据著名的史学家马明南先生的考证 他是中国古代 然后呢流落海外的一部双手剑谱 双手剑谱 所以呢他在这个中国武术史上的地位 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举足庆重啊 举足庆重 那么明代呢还有一位啊 这个我们值得关注的武术大家 他叫陈元月啊 陈元月呢 这个这个人呢 这个也是少林弟子 少林弟子 他在1619年 1619年 那么他呢 这个也就是在这个这个 呃 万历的47年 万历的47年 他随着日本的商船 呃到达日本 到达日本 那么去了以后 因为他这个生了一场病 他不能回到这个大明 所以他就留在了日本 他在日本教授书法 教授书法 那么制作陶器啊 同时他又是一位少林弟子去了 后来他教一些日本的武术家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这个补拿之术啊 勤敌补拿之术 所以呢 他被日本的武术界 然后呢 推崇为 推为柔术的鼻祖 啊 这就是陈元玉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这个在 其实呢 这个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 大明时期 中国武术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全种的技术分类 我们可以看到 七级光的全晶啊 它是这个对后世的 全法无益啊 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还有七级光的这个 长 七级光的这个 这个枪法24式啊 包括这个 成秋董的这个 长枪法权啊 包括后来 吴书啊 然后呢 总结了 马家枪法24式啊 吴书 后面我们要讲到 那么 这些人 他所著书的枪法 对后世的这个 乃至越 这个六合大枪 对后世的枪法为 也是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那么 那么再谈到这个 刀法 那么七级光在1561年 新游 新游年 那么 著称的新游刀法 那么包括这个 成冲斗 他跟这个 浙江人 刘云峰 然后呢 学的这个 窝刀 他写的这个 单刀法权 也是这个 影响了后世 这个中国双手 刀法的一个 源流 以及传承和技术的形成 那么 尤其是棍法 尤其是棍法 刚才我讲到了 这个 那么我们 于大游的建经 包括这个 成冲斗的 少林棍法产宗 那么他对 后世棍法体系的形成 尤其是 在西北流传的天启棍 那么他们里面的 这个 包括天启棍里面的 这个折子 然后这个轮子 然后条子 牌子 等等 他分的这么详细 他不是一个棍的套路 而是一个棍法体系的 分类和训练 体系 所以呢 于大游的建经和 成冲斗的少林棍法产宗 被后世的棍法 尤其是天启棍 形成了很大的一个 很深的一个影响 这是我们要谈到的 这个 他的技术的一个分类 那么在七七光的拳经里面 他提到了 天下十六家拳法 比如说宋太祖 三十二是长拳 六不拳 侯拳 鹅拳 然后呢 八闪翻十二短 然后呢 千这张之地 张伯金之大 然后呢 少林四只棍与清田 棍法相间 杨世强法 有八字权贵 那么他对后世的这个 权种的技术的分类 来自于流派的形成 也是产生了深远的一个 一个影响 包括七七光的武学思想 他提倡什么 提倡这个 上下周全 无有不胜 他在《全经节奥片》里面写到 就是说 他说这个 当然每一个权种呢 各于所长 但是呢 也有自己的缺陷 他说这个 然而 有上而无下 有下无上 就可取胜于人 此不过偏于异于 然后若以各家权法 兼而习之 正如常山是正法 基础则为应 基尾则手应 基其身则手为相应 是为上下周全 无有不胜 这就说 你要学得多 你要兼学 你要这个长短兼师 你要这个 对这个不同的技术 都于所涉猎 然后呢 这个能够取长不短 这就是 形成了后世的一种 武学思想 就是融通兼备的 这个武学思想 那么我们最后要谈到 吴叔 吴叔呢 他生于这个万历三十九年 万历三十九年 就是1611年 1611年 他也是一位 这个在明朝末年的 一位著名的武术大家 特别是一位枪鼠大师 他一直活到了1695年 或者85岁以上 所以他经历了这个 社会的动荡 一生也是困恶 所以他写成了这个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 枪鼠的著作 击打成者 叫手臂录 手臂录 那么研究枪法的人 你一定是要 不能错过这部 这个枪法之规念 叫手臂录 手臂录 所以呢 手臂录主要是一枪法 同时他收录了这个 这个 语言老人的剑法 还有这个 他自己总结的这个双手刀 也叫单刀图说 还有他跟这个天都狭烧 向远迟所学的这个双刀 都是留下了这个中国古代武艺的一些 一些遗存 我们也值得关注 那么下面我谈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是这个 明代的武艺被东南亚各国武器的影响 以及中外武艺的交流 我们应该看到在明代 明代它是一个 一个 我刚才讲到了波澜壮阔 风气云涌的一个时代 明代的武术家心胸开阔 能够海纳百川 能够虚心的向民间学习 能够取长博短 能够甚至向这个 域外的武器学习 同时他们要把中国武术 传播到海外 就像陈元云 他把这个中国武术传播到日本 那么成为日本这个柔术的鼻祖 包括明代福建南拳 然后呢传到日本的这个琉球岛 成为日本枯手道的一个鼻祖 那么同时明代的拳法无意 包括刀法无意 棍法无意等等 他也传播到东南亚各国 比如说当时的越南 然后呢这个缅甸 包括这个泰国 先罗国传播过去 包括这个朝鲜 朝鲜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万帝年间的这个任臣之战中 那么这个时候的万帝皇帝 派出了这个洛尚智 和许维中 许国威 然后呢这个 率领明军 然后呢去 去抗日元朝 这个攻打日本的这个 这个奉承秀基 那么他们在完成使命以后 受朝鲜王朝的邀请 为他们训练士族 留下了大明王朝的武艺 留下了七家军的武艺 那么后来高利 明朝鲜王朝把它编成一本书 叫武艺图仆通志 武艺图仆通志 所以呢 这个里面呢 就输入了这个 这个朝鲜释法 朝鲜释法 所以他们是等于是把 大明王朝的一些 包括七家军一些 武艺训练的方法和技术 然后呢 保存在了这个朝鲜 是这样 所以呢 他多多少少都影响了 这个东南亚各国 武艺体系的形成 那么同时 这是向外输出 同时这个 还有这个学习 这个国外的这个武器 你像这个七级光 在1561年 从抗窝的战场上 然后呢 这个缴获了 这个一本刀谱 叫引流之目录 那么七级光 他就从而掩之 他呢 这个就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刀谱 他写了一本书 叫心游刀法 心游刀法 他是把日本刀法 然后呢 绘成图室 然后用于训练士卒 同时改进七级刀 那么这种刀呢 他在这个 在这个七级光 驻守纪中 这个16年期间 然后对付蒙古的达子兵 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所以七家军手持长刀 然后呢 这个下砍马腿 上销人头 确实是战功赫赫 威人华下 这是第一个七级光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成冲动 成冲动 那么这个人是少林弟子 他当时呢 在这个 他从少林寺归来以后 他就意识到 他说这个 这个窝刀的这个 锋利远转 窝刀确实很厉害 他就 他就这个 去找人 开始学习窝刀 他找的谁呢 找的哲人 刘云峰 刘云峰 那么刘云峰呢 据他的著作里面写的 他是得窝之真传 他是直接跟这个 日本浪人学的 学着窝刀 所以呢 他 学了以后 他就这个 著成了单刀法权 流传后世 流传后世 所以呢 这些人都是虚心的 向域外的武技 开始学习 兼收并序 逐步形成了 自己的武学体系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中国武术呢 这个在明代 他是一个极大城时期 他是一个 古代武术的 一个巅峰时期 这是由于历史造成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明代的武术呢 逐步形成了 这个完备的技术分类 就形成了流派 那么在七级光的 这个拳击里面 他提到了 天下十六甲拳法 肯定当时 远远不止这十六甲 但是七级光 在他的著作里面 只是提到了十六甲 他以一个军律 为家的眼光 来审视 来选择 所以在明代来 形成了这个 全种无畏的技术分类 你包括唐顺之 在这个 俄美道人全歌里面 写到的这个 浮屠善患 多技能 少林全法 是其有 也是提到了 少林全法 还有这个 你像余大游 学的少林棍法 少林障二神棍 包括程冲斗 写的少林棍法产宗 他学的少林棍法 等等 他就形成了一个 明显的一个技术分类 第三个特点 就是明代的武艺呢 它是这个 坚树并蓄 这个海纳百川 他一方面 走向了技术的输出 他向东南亚各国 然后呢 这个随着国力的增强 然后呢 他输出这个 随着人员的这个 随着贸易 和人员的这个 这个人员的走动 和贸易的往来 他的武器呢 逐渐走向了海外 像日本 然后呢 越南朝鲜 缅甸 泰国等等 他 间接或者直接的 然后呢 影响了这个 域外武器的发展 特别是东南亚武器的发展 这是一个 那么同时 然后呢 明代的武术家 又虚心的学习海外的武器 尤其是这个 日本的武器 日本的武器 日本的刀法 所以可以说 在明代这个 在嘉靖年间 乃至于万历年间 然后呢 形成了一股 这个学习日本刀法的热潮 这样呢 就使得明代的武艺呢 这个更加这个 饱满 丰富 所以说 这就是我对这个 明代武艺研究的 这个 这个 基本的一点 这个体会 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当然明代的武艺呢 确实从技术分来说 也是确实很 很多 甚至于很丰富 和 乃至于庞杂 如果从 从刀法 从这个 单手刀法 和双手刀法 从这个 枪法 从棍法 那么单头棍和双头棍 就是这个 我们讲的 于大游是双头棍 也成为死把棍 那么 成冲斗是单头棍 也成为活把棍 那么 剑法 剑法 他有这个 单手剑 和双手剑 像吴叔 跟这个 鱼洋老人 他在 1661年 也就是顺治18年 那么他 跟鱼洋老人 学的是这个 单手剑 那么 在毛园一的 武备之中 收入的这个 朝鲜试法 它是双手剑 双手剑 所以呢 它都是这个 都是不同的 这个技术的 这个 技术的分类 在枪法上 从七级光 开始的枪法 是四式 到后来 成冲度的 长枪法选 到少林武僧 红转的 梦露堂枪法 后来到 吴叔的 首辟路里面 收入的 马家枪法 二十四式 它基本是枪法的 一个技术的 一个形成 也是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 形成了 这个后世 这个枪法的 这个理论的 一个 一个根本 一个基础 一个基础 后世的武术家 基本是 跟随着 从 从拳法 武艺 棍法 武艺 刀法 武艺 剑法 武艺 和枪法 武艺 是随着 这明代的 几位武术 大家的这种 著作 和这个 理论 乃至于这个脉络 然后去 研习和 传承 所以呢 这就是 中国武术的 这个 这个 历史性 和的的 这个 文化性 好 我就和大家 分享这么多 有不当之处 还希望大家 多多指教 谢谢大家